撒姆尔记下,第24章 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挪,就激动大卫 使他吩咐人去赎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 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亚说 你去走遍以色列种植牌,从但直到别是吧 赎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 约亚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 愿耶和华你的神在加征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 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 但王的命令胜过约亚和众军长 约亚和众军长就从王面前出去,输点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过了约旦河在迦德谷中,城的右边亚罗尔安营 与亚谢相对,又到了基列和他亭河市地 又到了丹亚安,绕到西顿,来到退罗的宝藏 并西卫人和迦南人的各城,又到犹大南方的别是吧 他们走遍全地过了九个月零二十天就回到耶路撒冷 约亚将百姓的总数昼告余亡 以色列拿到的勇士有八十万,犹大有五十万 大卫输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 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 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美 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领导先知迦德 就是大卫的先见,说 你去告诉大卫,所耶和华如此说 我有三养宅,随你选择一样,我好赠于你 于是,迦德来见大卫,对他说 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 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 是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 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 大卫对迦德说 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 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于是,耶和华将瘟疫于以色列人 自早晨到锁定的时候 从旦直到别世吧,民间死了七万人 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尘的时候 耶和华后悔,就不将这债了 吩咐灭民的天使说 够了,住手吧 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什人 亚劳拿的河场那里 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 我犯了罪,行了恶 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 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 当日,迦德来见大卫对他说 你上去!在耶布什人 亚劳拿的河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 大卫就照着迦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 亚劳拿观看,竟王和他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 脸浮于地向王下拜说 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 大卫说,我要买你这河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 使民间的瘟礼止住 亚劳拿对大卫说 我主我王,你许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 看啊,这里有牛可以做反击 有打凉的器具和套牛的饿可以当柴烧 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 又对王说 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 王对亚劳拿说 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 我不肯用白德之物做反击献给耶和华我的神 大卫就用五十社克的银子买了那河场与牛 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献反击和平安击 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 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